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候选人郑文庭 在新北市议员黄淑君 李宇翔及民进党前发言人李延慧 与金融市议员 吴化家等党工职人员陪同下 民进党金融市立法委员参选人郑文庭议员 一早就在金融火车站向通勤组败票 呼吁市民三票雇台湾 总统票投赖清德 立委票投郑文庭 政党票则支持民进党 早上的南北大串联的这个站入口活动 我想主要是在鼓舞我们立委的选情的士气 我们呼吁三票雇台湾 总统赖清德立委就是我们各选区提名的立委 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张选票要支持民主进步党 我们希望民主进步党能够持续的来维护台湾的主权 能够来捍卫台湾的民主跟自由 也期待未来能够让台湾在国际上更加发光发热 这是民进党发起的挺台湾南北串联视讯入口败票活动 包括高雄的黄杰 台南的王定宇 新北的何博文及基隆的周恩廷 同步进行入口败票网络视讯直播 希望透过跨区合作强化候选人的入战实力 南北大串联主要的用意就是在于我们从北到南 我们希望一路的让所有的各地方的选民都能够知道 守护台湾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的选情好 而是要从北到南大家都一起来三票顾台湾 尤其我在基隆 王定宇在台南 黄杰在高雄 我们希望一路从北到南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串联 那我们这个只是一个起步 我们希望未来还可以有更多县市的立委提名的候选人 我们大家一起来串联 在选举的这一个最后的阶段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全岛大串联 本人是特地从新竹市到基隆市来替郑文庭加油 那这一次的选举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重要 尤其是基隆选区也是我们视为必胜 而且一定要拿下这个高票当选的好成绩的一个重要的选区 我们希望我们优秀的立委候选人郑文庭 能够在基隆市得到全体基隆市民的支持 那也希望这一席国会的关键力量 能够透过最后三十几天的加油全力冲刺 最后能够顺利的让文庭来进入国会 郑文庭表示 这是一场权贵对平民的选战 希望基隆能持续进步 不再被家族势力所把持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